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為持中共國護照 在第三國的愛國留學生 申請來台灣的簽證 結果大家也看到啦 他把青天旗篡改成五星旗 把中華民國四個字給遮蔽住 然後發在小紅書上 來看一下他下面的文章寫了些什麼 不知道把這樣的陸台證還能用嗎? 首先這個文法就很奇怪了 把上面的青天旗改成五星紅旗 國旗打出來的陸台證 不知道進台灣海關會不會被卡 哈哈哈哈 有沒有一起試試的小夥伴 我只能說啊 1100先,1100先,持續領先 領先同行50% 小女子知道這位粉紅啊 過海關的時候絕對是拿正常版的 青天白日滿地紅 然後中華民國這樣的版本 一定不會拿這種P圖五星旗的 然後給台灣海關 然後出關前後啊 這個小粉紅就會拿假的 五星旗台灣出陸證來擺拍 說欸你看喔 我現在要進台灣海關了 各位小夥伴我要拿這張啦 然後出海關之後 他又拿手機出來擺拍 你看我剛剛就是憑這張五星旗 台灣地區的出陸證進出台灣省了喔 那位海關大哥也說 嗯好樣的愛國青年 給你一個讚信不信? 然後他就會把這個發到中國的平台 什麼小紅書啊 抖音啊快手啊 更加深的粉紅會認為 台灣就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拿篡改的文件來台灣 但這些觀看的粉紅心裡面又知道 拿這份篡改的文件肯定是不行的 他一定是擺拍 但是為了面子我們還是要 喔中國牛逼啊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以後到台灣的話也要學他這樣擺拍 所以台灣海關請你注意一下 他上面自己公開的資料吼 他沒有遮擋住的資料 他寫9月11號取的台灣簽證 有效期間啊 到明年2024年的9月10號 至使用期間啊 可以在台灣待15天 那護照號碼是EJE開頭 出生地啊 應該是雲南省啦 我看這個筆劃被遮蔽的那一個 不太像海這個字 反而像簡體字的雲 他的住宿位置還是在台北的W Hotel 所以小紅書先關注起來 IMVISIAON 我們到時候看他是否真的造謠說 誒我拿了這份文件可以通過台灣的海關入境 如果是的話 請台灣海關處理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拿這份文件你們讓他過了 想你知道不是嘛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不是要告他 造謠詆毀台灣海關的名譽 因為你們不出來解釋 不去逮捕他的話 那這樣是不是任何國家的人都可以拿 篡改的護照 篡改的文件出入境是每個國家都很重視的事情 那相信我這支愛國留學生啊 他即便到了台灣也一定是回第三國 或是回他的祖國之後他才敢發文 因為他怕被警方調查 約談你是不是疑似使用這個篡改的文件啊 這就是粉紅的尿性啊 永遠躲在陰暗處放冷箭 符合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啊 昨天廣東的列車上 有位男子疑似在車上談論中國不好的事物 結果引來全車粉紅的大罵 並且動手讓公安把這名男子給逮捕 我覺得非常搞笑 怎樣又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了是吧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來代表自己怎麼樣 我就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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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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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要回到我們中國 你來這裡不做了多久了 啊 我們能聽到最嚴的 我告訴你這個東西吧 你再賣錢 再賣錢 你再賣錢 把人家不道歉 誰到天啊 你啊 你把人家不道歉 再來 把人家不道歉 幹什麼 他們在這裡不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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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說人 他們在這裡不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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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都看完影片了 但是你們知道 究竟這位男子罵了什麼嗎 影片的上傳者 甚至不敢把前面的影片給剪出來 讓觀眾一頭霧水 所以他到底罵了什麼 到底是什麼話 傷害了綠皮火車的中華民族感情呢 而且動手了 竟然沒有被警察帶走 連客觀事實的手機錄影下來 這個動作 警察也 沒有啊 他沒有做啊 他們在說謊 我知道你在說謊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說謊 但我們還是繼續選擇說謊 貴國的風氣嘛 被帶走的是這名男子 而這還一度衝上微博的前十熱搜啊 真的是非常搞笑 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誰說女子不如男 女人也能頂天立地 敬佩 致敬 他去幫你們打兒爹 拿回這個被侵略的領土 還是證明女子推翻了共產黨 讓中國可以有歐美國家 台灣國家 日本韓國那樣的福利給你們 對 這樣吃中國飯砸中國碗的人 必須嚴懲不黛 列車員做的不對 不道歉不能讓他走 應該依法處理 不應該處理動手的人嗎 姐姐威武霸氣 姐姐威武 果然是羅刹國耶 什麼都得倒著看 不管什麼時候 我們都不能丟了 我們中國人骨子裡的血信 姐姐好棒 這人應該好好查查 我想知道這男子說了什麼 說什麼重要嗎 這樣的人是漢奸嗎 太棒了 希望抖音和警察 一起把抖音上的填稿給抓起來 法源依據在哪 建議查一查 說不定是行走的五十萬 列車員和警察遇到這種人 不應該或悉你 應該態度明朗 站在有理群眾的一方 對 待到警務室狠狠修理一頓 我看了這個留言 我真的覺得非常可怕 羅刹國耶 這些人都髮忙的 還是讓這幫人 給中共國際去統治好了 沒救了 不要放到民主國家 很可怕啦 我們不要再試圖 從老鼠屎裡面挑白粥了 很累啊 有些粉紅說什麼 這名男子疑似說 中國人都是十二生肖 最後一隻的動物 但我始終找不到影片 好啦 先假設他真的有這樣講好了啦 但我更相信這名男子講的 應該是中國哪不好 外國哪比較好 中國應該怎麼樣跟外國去之類的啦 這樣的觀點的言論 但不管如何 你只要講中國不好 就是傷害中華民主感情 對吧 你講好愛不好還是傷害中華民主感情 那按你們這種道理來說的話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正常國家的人民 天天都在傷害自己國家人民的感情 台灣政府 我覺得你有些政策做不好欸 喔你傷害台灣人的感情 喔你傷害台灣人的感情 美國政府你有一些政策做得不好 喔你傷害美國人的感情 你有看到其他國家的人這樣子嗎 自己國人批判自己國家 這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但這你們的眼裡就是 喔批評了中共 中國共產黨 等於批判了全中國 批判了全中國 批判了全中共 等於批判到了我 批判到了我 欸我就跟你罵爹罵娘 他這個言論犯了什麼罪 中國的那個憲法啊 秦剛拿的那一本 雖然他現在不見 翻一下你們翻給我看 他侮辱特定人士了嗎 他侮辱誰了 然後這個 侮辱這個誰要被罰多少錢 你翻這個法條給我看 我只想知道真實影片 這位這名男子說了什麼 我們可以學起來 但想想好像也不用特別學 你只要在車上大罵華為 說蘋果牛逼啊 台灣獨立啊 司馬南化春雨成品 聖上楊潔篪等人的兒女都在歐咪 欸這樣就可以讓全車的 人破防這樣就暖心了 最近還有讓中華民族破防的 還有一位啊 叫做李佳琪 中國帶貨大網紅對吧 去年六四前夕啊 在直播上拿出一個坦克蛋糕 結果被禁播消失了好幾個月 損失了上億代言 最近呢 他就在直播中嗆酸民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機子越來越貴了哪裡貴啦 這麼多年都是這個價格 好不好 不要睜著眼睛亂說 古貨品牌很難的 好不好 真的亂說 這麼多年都是79塊錢 哪裡貴啦 買一支送兩個替換裝 很划算 幾十九 有都是找找自己原因 好不好 這麼多年了工資長沒賬 有沒有認真工作 這麼多年都是這個價格 我真的快瘋掉了 好啦換算一下 他賣的這支美筆 大概是350塊台幣 我不太知道這種東西的平均價位落在哪裡啦 但我本身知道 月火的牌子推出的化妝品或是保養品啦 月貴 那我非常納悶 粉紅不是天天在吹中國人月入好幾萬 還吹什麼中國應屆大學生畢業起薪是八千到一萬人民幣 你在哪個平行時空啊 絕大部分的中國就是三五六千而已啦 你去問深圳那些端盤子的星巴克的 去問那些做辦公室的會計啊 去問那些月薪多少啦 台灣是缺工欸 中國是失業率高 失業率高的情況下 你薪水還比中國國務院統計的平均薪水跟中微數薪水高 你在搞笑吧 一堆打螺絲的時薪都十幾塊 最慘的到四塊錢呢 我們影片都曝光過 一堆人搶破頭要去做啊 中國一堆餐廳月入就是三五千的 你是減情犯流言是嗎 所以我們回到李佳琦說了 350塊台幣沒有很貴 一直都是這個價格 但為什麼會讓他退粉將近百萬呢 因為這句話戳中傷害很多人的感情 貴國人平均收入就是沒有粉紅吹的高啊 再來大部分會在直播中買小禮物的 我再強調一次喔 大部分 不是全部 肯定也是收入沒有很高 所以他買的時候要一直去專櫃嘛 所以才會去直播嘛 搶購看有沒有額外的福利 直播也是薄利多銷的觀念對吧 所以李佳琦說出這個話讓很多人破防 我覺得也沒什麼破防的啦 中國最丁月薪啊 最大兩額城市上海北京才兩千三兩千五出頭 你說這樣的起薪 平均薪水跟中衛書薪水能高到哪去啊 你看人均就知道了嘛 而中國沒有像民主國家那樣有工會 中國的工會是由中國共產黨成立的 只有一個總工會 你說這是工會嗎 工會裡面怎麼有黨支部的人 而中國更沒有不同行業的工會 與其你們破防去退粉不如去改變中共 讓你們有基本的保障吧 當然李佳琦說話說的不漂亮 他最後不該把說 喔你們薪水有沒有漲 你們自己有沒有努力工作 他確實不該把這種話說出來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努力工作 這是主觀的感受對吧 雖然我的效率很差我可能怎樣 但我怨天尤人 你到底有沒有很上進在工作 有沒有在精進自己 這個從KPI從績效才看得出來 所以他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 我們來看一位中國醫生對李佳琦看法的影片 李佳琦先生讓我們檢討一下 這幾年的薪資為什麼沒有漲 我也反思了一下 我上個月開了近80台手術 門診大約有400多個病人 公司和獎金加起來大概4萬出頭些 平均每台手術的收入低於500塊錢 估計比上海灘頂級的 Tony老師的理科法的收入還要稍微低一些 還是沒能改變那麼多年拿手術刀的 不如拿剃頭刀的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 而且醫務科通知我 醫保第二季 我上個月一個食道癌患者費用超標 多出來的14000塊錢 將全部從我的工資裡扣除 所以李佳琦先生真對不起 我不能給我不認買您那一款 每一刻比黃金還貴的煤筆 但是真的不是我不努力的 我努力了大半生 成為中國最頂級的胸外科醫生 我能在5公分的單孔下 為患者做食道癌的根治素 這樣的手術 美國醫生的手術費是幾萬美金 我的收入是-14000人民幣 買不起煤筆我並不後悔 因為患者出院時的笑容 不需要任何的裝飾 這次對我們醫生最大的獎勢 抖音 好我們看完了這個影片 我們回憶一下剛剛看的那個 在列車上大罵 你不准說中國不好 你一直舔外國 你就是傷害我們中國人的感情 請問這個醫生有沒有傷害中國人的感情 我在中國薪水就這樣 但是在美國一個外科醫生 一個醫生做一個手術 哇好幾萬美金啊 這樣算不算 你覺得國外很好中國很差 算不算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就不要雙重標準 當然啦這個醫生說的根本的源頭問題在哪 低薪或壓榨 最大的責任是中國的政府啊 還有中國的工會啊 雖然中國實際上沒有這種東西啊 當然下面還有網友截圖 在這個醫生下面留言說 誒科普一下灰色收入 大家懂得都懂啊 這就是中國醫療體系的灰色收入嘛 你們還沒給算進去吶 不管如何啊 比起爛尾樓上訪被解訪 這些算什麼呢 你們怎麼不在網路上說 解訪民眾是傷害中華民族感情 誒 百萬人看到誒 你怎麼解訪上訪民眾 你怎麼爛尾樓不處理 誒我們共產黨員退 退黨 建國 教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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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重慶市南岸區 廣安鎮大副村島村民周群啊 這些啊 都是非法選擇我人身自由的 還有這個車子 車牌照哈 上一次就是被他排上車打著 看今天是不是又會把我台上抄這裡啊 上一次幾個人綁架不是台 綁架我 今天我準備個外面多溜達一下子 多曬曬太陽哈 晚一點兒再鎖 這裡 這些 我等會兒看他們是否會綁架我 又綁架哈 這個數字底下還有 數字底下還有 兩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這裡九個哈 那邊還有一個 那邊那個 十個人 現在十個都閃亮登場了哈 這裡 這一個 雅帶子那一個 最後播了這些影片 跟剛剛前面看到的影片 哪一個才是傷害中國人的感情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指我 我是巴鈴 下次再見啦 掰